说2022年铁路春运自1月17号开始 2月25号结束 共40天 适应疫情防控条件下的旅客出行规律 改进售票和退改签服务措施 延长12306网站售票服务时间 由每日5点到23点30分 调整为5点到次日凌晨1点 每周二除外 提供24小时互联网退票服务 退票截止时间 由乘车站开车前25分钟 延长至开车前 新增12306客户端免登陆退票渠道 说1月4号 国航 海航 天津航 昆明航等 多家航空公司发布通知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银行局的 相关文件精神 自2022年1月5号零时起 取消征收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此次取消征收是 航油价格下降后的结果 说2022年 全国铁路将继续高质量推进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预计将有3300公里 新线建成投产 2022年 国家铁路预计将完成 旅客发送量30.38亿人次 同比增长20% 货物发送量预计将达到 38.04亿吨 同比增长2.1% 说2021年 我国运动员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严峻挑战 科学训练 奋勇拼搏 在东京奥运会等 国际重大比赛上 取得了运动成绩 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为祖国人民赢得了荣誉 2021年 我国运动员 共在16个项目上 获得67个世界冠军 其中 傲向五人三队 八次创八项世界纪录 非傲向三人一队 四次创四项世界纪录 运动健儿们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说在辽宁沈阳 有这样一支特殊的冰球队 是一群平均年龄 在65岁左右的冰球爱好者 这支队伍的名字 就叫老男孩冰球队 最开始只有几个人 而现在已经有队员30多人 从一支完全业余的队伍 到参加正规比赛 老男孩们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 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迎接即将到来的 北京2022年冬奥会 说瑞典王室 4号发表声明说 瑞典国王卡尔16世 古斯塔夫和王后希尔维亚 3号晚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 现已在家中隔离 声明说 瑞典国王夫妇 均已接种3剂新冠疫苗 他们都有轻微症状 但目前精神状态良好 王室医生正在追踪感染链 目前其他王室家庭 还没有出现确诊病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